大家好,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Belbel之日常,我是Belbel 我們今天來到The Fish Market 在做甚麼?吃炸魚雪條 炸魚雪條… 我發現了一件事 原來我來了英國那麼久 我沒有拍過就是炸魚雪條 為甚麼? 所以今天就帶大家來吃 這間很有名的炸魚雪條 但我吃東西之前 我們會去燈塔看看 打卡 我身後這座燈塔就有200年的歷史 也是在愛丁堡一個很有名的歷史地標 而且最棒的是甚麼呢 它是很近這個Fish Market 你就可以吃東西來看又可以 或者看完吃東西又可以 聽到到周圍的海鷗聲嗎 而且我一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海鷗不叫 我還沒聽到 聽到了 聽到了 聽到你的叫 聽到了 你們聽到他的叫 是海鷗的叫聲 我捧著進了燈塔 我想這裡應該是一個奸艇 被人用老母禮射死封死了 你看這裡是給海水侵蝕的痕跡 海風加海水侵蝕的痕跡 而且這裡超棒的 可以看到整個海灣 好漂亮啊 好棒啊 每次過來散下一步都不錯 哇 有人鎖情侶鎖啊 還有很多不同的鎖 我們下次也帶了鎖塔 我們來到這個Light House 先說一下 到此一天 這個是有200年歷史的 但不如說花光了 這個魚市場挺漂亮 今天很天氣 很久沒見過陽光了 這幾天都下雨了 來了之後我終於明白 為何我沒有人這麼喜歡日光 其實日光真的很珍貴 所以之前那段時間 為何七月八月好像黏了 每天都要躺在粗地上 啊 陽光啊 我現在都明白了 我最近在家裡 都是像貓一樣 然後看到陽光 看到陽光就躺在粗地上 啊 是陽光啊 所以今天心情很美 是晴天啊 耶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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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海魚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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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鮭魚吃得很香 吃吧 吃吧 正常應該先炸魚豬肉 剛剛新鮮炸 但我也不想吃生蠔 很夠激 我們要先炸魚豬肉 舒服 很棒 看看 這個要發出金剛纖片 我不客氣了 我太興奮了 鹹魚豬肉 鹹魚豬肉 很軟滑 很香濃 我待會下一個不可以這麼興奮 是不是吃光了 吃光了 不,它開的時候有點不乾淨 這個也有點好喝 先掛掉 不會影響口感 但這個比之前便宜 以前我在倫敦吃 現在是16磅 有6隻 好像倫敦比較甜 倫敦那隻 挺棒 但這隻比較酸 很有牛奶的感覺 我吃的時候 整隻金給了奶白色 現在還有奶白色 給點奶白色 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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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不會吃完 不是的 其實我會留給貝貝吃 這餐是貝貝 你看看 很大條 這是大小的炸魚薯條 整塊麵 我本來打算叫mong fish 但原來是一口 好像牛肉 我最後還是決定 我想要整條更棒 就是叫mong fish 還有兩種選法 你可以選擇要吉列 即是用麵包看炸 或者用浸粉漿 最後我們選了全紅色的 就是浸粉漿的炸魚薯條 先用鹽毛椒 先用鹽毛椒 放在中間切開給大家看 嘩 這聲音很脆 而且很軟滑 魚眼感覺到 感覺到它軟滑的程度 大家看到嗎 嘩 出煙了 好香 不客氣了 好香脆很好吃 好香煮味 好香煮味 真的很好吃 但肉的肉質 真的變得很硬 真的會炸 但你會不會說 是 我覺得很硬 我覺得很硬 很硬 好香 但本身這隻魚就是這樣的 質感 這薯條很吸引 第一條魚不是很脆 不用咬下去很酷 但味道很棒 因為我喜歡厚切的薯條 我覺得薯條的質感很棒 厚切最棒 但不會太脆 但也好吃 而且蜘蛛很香 有這麼淡的花生味 用花生油炸 很好吃 很燙 很飽 非常推薦大家來吃 因為景色很美 又跟Ocean Camera一樣 景色很美 超級美 超值得來 而且 以它差派的價錢 服務質素的景色 我覺得可以一來再來 其實有一個也很想試 但下次先 90磅的海鮮瓶 這間店 如果給我評分 我會評分 我會評分 8分 炸魚薯條是好吃的 全部都是好吃 正常的好吃 蠔也好吃 但蠔真的很好吃 因為真的不夠乾淨 你們軟滑的蠔 突然間煮幾粒蠔 就馬上 嗯 很喜歡 但是 因為 始終 整個 英國有很多不同的炸魚薯條 它又沒有出色到 我可以給它9分 10分 所以現在 薯條 我嫌它不夠脆 對 不夠脆 雖然好吃 但不夠脆 因為薯條夠香 至於薯條的話 我覺得它的質感非常好吃 我覺得它比倫敦更好吃 整體性價比上是比倫敦更高 8分 哈哈 如果喜歡看我BiuBiu在UK 飲飲 吃吃 好嗎 如果喜歡看我BiuBiu在UK 飲飲 吃